大家所关切的就只有两个最大的一个重点 第一个 你怎么可以用所谓的特别预算编了八年 你完全在剥夺下一任总统的财政考量权 这是一个 第二个 我们也特别提到的所谓的轨道建设 轨道建设不管是青绿青蓝所做的 他们基本上面轨道建设都是大家评估是最低的 那为什么你执意要去做 所以你是不是可以把这个轨道建设脱轨 好不好 把它脱轨额外来去做一个处理 其他的部分包括绿能的 包括我们所提到的水的这个部分 都可以让它先来考虑 因为它已经引起太多的一个争议了 所以在这次计划当中 其实我们还是要强调 前瞻不是不能够去做 只是它目前在这么快的时间当中 而且都全部用特别的预算来编列 一定有很多是在一般的成年的预算当中就可以编列 周一到周五 新闻深喉咙 有多深 花多深 fruit 最后会轨研的成长 还没再来 抱歉